大家好,我叫郭信恒,我们是来自台中宏观科技大学的学生 那在这次的一工创业竞赛的部分,我们是做处理早餐儿呼吸中止系统 那我们做这套系统会的减免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 然后也让早餐儿有良好的照顾 那我们是透过身体监视器去截取婴儿的身体参数 然后利用电脑的程式去判断呼吸中止 假设呼吸中止就是我们是两侧它的心率还有呼吸 然后当他们两个值小于我们所设定的范围 持续15秒的时间,那我们就会触发刺激的部分 首先我们是利用声音刺激去刺激它 那声音刺激的部分,我们是有录制妈妈的呼唤声音 假设在呼唤的期间,婴儿尚未唤醒的时候 我们就会启动第二套刺激,就是振动刺激 那振动刺激的部分,我们的设计概念是来自于手机振动 就是轻轻摇晃婴儿的刺激部位 那假设婴儿还是没有唤醒的时候,我们就利用压缩 空气压缩刺激 那我们空气压缩刺激的概念也是采自于软式血压剂 冲放器的动作 那既有冲放器的期间有空气压缩震动,促使婴儿有刺激 那在这段期间,可以让医护人员工作负荷降低也能确保早产额的健康 那我们的特色是在于在之前的文献是做固定脚底的部分 那我们的特色是在于婴儿的每个部位都可以做 这是我们的特色 以上是我的介绍,谢谢